歡迎回到這個我們節目的現場 那這個我是 我是李冠欣 然後這個王博茂 反正這一段呢我們再先從這個 你是怎麼突然之間卡住了 你是剛來 反正就是這個我們現在進下半段 我們希望這個趕緊解明又要跟大家報告完 當然就是金城武跟這個 金城武跟這個所謂的一個小亮哥 那我們希望他們兩位百年好合 不是這樣子 金城武跟小亮哥百年好合 從這個我們先從這個市集房貸的這個事件 我們剛剛提到我們從這個洪志來跟大家報告對不對 美國聯準會啊 連續升17次 這個把這個聯邦金融的利率呢升到 百分之四百分之五以上 哇 這真的很多那些借了這些債性不良的人 這個利率升的一定是更高 這個如果當時的那個美國總統是川普 我看他可能會怕狂 所以沒有辦法 其實當時 現在的一個狀況跟以前好像又不太一樣 現在 總統其實每次呢 尤其是到了大選年啦 對不對 只要是股市不好的話 幾乎都是換人執政 所以 你看到這一次川普 這一次看到美國股市這樣跌下來 他原先一定沒有預料到跌那麼快 他現在發現到跌下來之後 哇 什麼支持率對不對 拜登 不要說拜登這王伯說 民主黨說要出來選的人 支持率 每一個都比川普還高啊 哇那這樣你要怎麼選 你選個屁啊對不對 你真的選個 選個 選個什麼鬼 你就不用選了 甚至現在出現什麼情況就是 美國這些 大大型的科技類股啊 聯名去上書 川普 那還有一些 這個龍頭 龍頭產業跑去 見習近平的啊 那是不是連自己本身都要窩裡反了 這個是一個 這個問題喔 不過我們回到我們要跟他談的 2007 2080就是因為 美國聯準會連續升級17次對不對 那當然呢這個 發生次級房貸兩大理由 第一個是什麼 他把 爛的房貸包裝起來賣 他把一些明明不是AAA級的一個房貸 他怎麼樣 他去包一些吸的 包一些什麼 這個應該說包一些BBB的 包一些BBB到哪邊去的 包起來賣 可是呢 當 最後的履約能力不足的時候 哇他整個爆掉了 甚至包括一些保險公司 他搞不清楚 去賣了一堆CDS 什麼信用吊息合約這一類的東西 這個 我們沒有時間跟大家解釋 反正這第一點 但第二點就跟我們剛剛有講的有關 聯準會升級17次 所以呢 當然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過去以來我們可以發現到啊 當然 升級的結果呢 股市幾乎都是 應該除了這兩年以外啊 股市幾乎都是跌 但是因為 這兩年是長期低利率啦 對 主要是因為利率夠低 而不是因為升息的關係 如果說今天 升到9% 利率會 這個股市會不會跌 會崩 100%會崩 對不對 可以 可是說現在的狀況 可能是或許不太相同 那我們回到2008年的新聞 當時升息的結果呢 你大家都一直以為 大家都一直以為 升息升息升息嘛 對不對 是不是受險很好 結果你看到我們 當時雷曼事件死最慘的是誰 金融業損失是425億啊 其實我告訴你 後來出來都不止這些啦 這個是 當時初估的 他說 已經提列了331億以外 什麼 處分損失97.92億 對不對 未提列損失2.05億 所以呢 他說 整體影響不大 可是市場貨幣大不大 你去看看雷曼事件 我沒有記錯的話 台心金 我們剛剛 不好意思 剛剛講台心金 我也要講台心金 台心金得要多少錢 得要3塊 而且那時候也發生一件事情 我的朋友啊 在某一家 在某一家有這個星光金呢 老闆呢 去抵押股票的 某一家銀行上班 他們正準備要把星光金 老闆的股票給斷頭 正準備哦 結果馬上運氣真的很好 接到一個通知 結果那時候立法委員 他們通過 如果說公司的股價 低於淨值的話 叫他們擔保品的一個 計算的方式 請用淨值計算 哇 結果運氣很好 星光金不用斷頭了 如果星光金當時被斷頭的話 我告訴你 現在老闆 可能不是吳東進 對不對 你以為只有星光金會斷頭嗎 那個時候 台心金 那個時候連中信金 都跌到淨值以下很多 可是因為受惠到 加一個條例的關係啊 大家都沒事情 說真的啦 如果當時斷頭的話 現在說不定星光金的老闆 說不定變姓李了 對不對 說不定台心金老闆 說不定姓王 對不對 說不定這個中信金老闆 可能不是姓菇了 可能姓陳啦 都有可能 不過老實說你可以知道 其實每次發生事情的時候 政府偏袒的是財團 絕對不是你 沒錯 我們真的是很可憐 我們是再三跟大家呼籲這些東西 不過這些跟刺激房大有關 也跟大家做一個提醒 如果說真的 未來有類似這種事件發生 那我想很可能死的還是你 不是我們 不是 講錯了 不是他們 不是他們 死的是大家啦 死的不是他們 那我們回到這個另外第二個部分 要跟大家談的對不對 金城武還是小亮哥 吳不敬之意 再三跟大家強調 對不對 我們也是看小亮哥節目 長大的 只是 小亮哥 人家的 我跟你講 他的兒子是學霸喔 對 到美國念書是念名校的 對 王伯你有沒有出國去念書 沒有沒有沒有 你看我們 土 土博士 土到幾點 我還土碩士 對不對 我們土到幾點 那我們無不敬之意啦 只是說 這兩個比例很清楚 一個是高 高負帥 其實小亮哥也蠻有錢 小亮哥 這個聽說這個 在廣播電台賣藥賺很多錢 賣藥 他賣藥啊 哦 那賣什麼藥我就不知道了 是不是賣 賣什麼藥我不知道啦 我不知道 我不曉得 那我們 利用這個鏡周刊這一期的一個新聞 來跟大家提到 他這一期做了一個專題 叫IFUS-17風暴 台灣受險業 烏雲噪底 這幾個你都認識嘛 除了上面這一個叫做 顧力熊之外 這個什麼 富邦的這個老闆 蔡明星啊 對不對 然後旁邊這個 這個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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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戴眼鏡那個就是 戴眼鏡那個應該是那個吧 應該是 好像是吳亦奎是不是 好像吳亦奎吧 然後那個 李濟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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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上過他的課吧對不對 李濟朱 你也沒有 沒有上過他的課 我也沒有好不好 然後其他幾個 我都不認識啊 杜 杜英宗 男神說杜英宗 對不對 就是男神說去年發生很多事情 這個我們不管對不對 那 低利的結果呢 對受險業的傷害 真的是很大 大家可以知道 為什麼這種情況呢 對不對 其實老實說 因為他現在投資 找不到那麼好的東西可以投資 他甚至他連租給人家 你既然 房地產漲起來了 他的這個 他的每次租給人家 他的租金報酬率 2% 3% 但是呢 我們等一下會有提到 你知道 過去 這些國泰金 這些星光金 他們所賣出的保單 原先預計的報酬率 都是4%以上 這些東西其實目前為止 在IFOS 17 還沒開始實行之前 他們不用先預先提列損失 那如果實施就要預先提列 要損失 要預先提列 我們先跟大家講 這個可能是 有點深度的東西 叫什麼 IFOS 17裡面 有跟保險有關的 它裡面有提到一個重點 我想呢 這邊給大家 這個東西我可能要 稍微 這個字小了一點 大家可能是認真 認真看一下 哇 這邊我自己很小 我簡單跟大家講好 他說呢 賺錢的 賺錢的部分 在保險期間之內 分期任列 我們在這一次呢 其實媒體上有寫到 假設你今天有一個長期的債券 那因為你買的很久 對不對 你很久以前就買了 你在利率很高的時候就買 現在你知道 你現在利率低了 他的債券是不是 升值 對 往上升 利率跟債券的價格是 成本比 他們說哇 這個 漲到天上去了 那我為了要充實公司的獲利 我是不是一賣 我賣一張債券 我賣一張債券 我可能賺2億 嗯 對不起 這2億未來啊 要按照原先 我本來打算放10年時間 這10年裡面 這2億每年任列 2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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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將任列回來 但是 我今天 如果呢 他裡面有提到 我賣一張 我的保單裡面 他已經發現到 我的保單 我預計呢 報酬率是4%的 可是現在的利率只有2% 不好意思 根據iPhone 17的規定 你看清楚喔 全部任列 那很恐怖 2%其實那個金額大的話 非常大 對 所以呢 可以跟大家講說 我們現在是 他說 2022年啊 2022年上路的iPhone 17 現在還沒上路喔 2022年才要上路的iPhone 17 然後呢 2024年我們要 2024年要開始要跟 跟iPhone 17來做接軌了 哇 你想想看這個問題對不對 未來損失 要提早任列 其實這就是我們 會計最早就學到 所謂的一個 這個所謂的什麼 保守原則嘛 對不對 穩健原則 損失要提早任列 但是 獲利 不好意思 你要根據你能夠 實現的期間任列 所以未來你要怎麼偷 都偷不到了 對不對 這簡單跟大家講好了 然後包括我們看到 鏡頭看裡面寫到說 這個 兩大的國際性貧市井 台灣受險業的財務黑洞 是亞洲最大 那我們台灣去年為什麼 台灣去年這個 受險業的匯兌損失很大 而且你要知道 匯兌損失 受險業這部分 是轉不回來的 對不對 然後呢 影響的這個 所謂的一個 淨值跟獲利 因為他要提這個 所謂的 匯兌的一個 這個準備金嘛 影響淨值跟獲利 他說 這個iPhone 17的 2022年上路 我們剛剛提到 2024年 整個要接軌之後 對不對 什麼東西都轉不回來 那你損失呢 可能是一大堆 那有這個 兩大的信民公司 他對台灣的 這受險業呢 他認為說台灣受險業 是全球第四 亞洲第一高風險的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幾年之前 我不知道有沒有看到 這個 台灣本來一家 一家受險 一家這個保險 叫ING 不是就 中文應該叫安泰啦 不是安泰銀行 就ING 這荷蘭最大的保險公司 他賣給誰 他賣給富邦 我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我是一塊錢賣的 還是幾塊 反正就是 一個很神奇的價格賣給富邦 因為他們很擔心 未來的計價方式 那他賣掉了對不對 賣掉賣富邦 結果你看 這幾年下來 我想富邦 你可以看到 很多賬上來賺很多錢 可是呢 今年出現一件事就是 他的特別股 到目前為止 還沒開股東會之前 還不能夠 還不能夠配息 對不對 還不能夠配息 然後呢 我們看到說 全球 這個 剛剛提到的 這個信民機構呢 他 直接點名台灣的受險業 他說 你有沒有提到什麼 他說台灣受險業的財務幹綱 幾倍 50倍的財務幹綱 然後呢 高於銀行業的12倍 這也是為什麼 我之前跟大家講過 你叫我去買股票 好不好 就叫我去買金融股 我寧願去買圓東銀 我寧願去買安泰銀 我寧願去買金城銀 我寧願去買上海商銀 買趙峰金 買玉山金 我也不要買受險 因為受險業的財務幹綱 實在實在太高了 對不對 他說受險公司微薄的禁止 很難通過考驗 舉例來說 去年的台灣受險業 財務的損失2300億對不對 受險公司禁止 整個是怎麼樣 亮起紅燈 而且接下來投資朋友 你看到 大家現在 擔心就年金嘛對不對 因為年金的關係 民進黨上一次選都選得不好 這個王伯每天跟我在幹掉說 就是因為年金這些人 對不對 年金這些人他出來 他們不可能投回民進黨 的確沒錯 但是你要知道 受險是第二個年金 對不對 金融業高層說 遲早有人破產 他說怎麼樣 他說呢 這個 受險業長期存在的是 利差損的問題 2002年之後 為了解決利差損 之後你公司進一步瘋狂吸金 資產規模從3.5兆 增加到27.5兆 等於膨脹了6.85倍 那這些利差呢 需要填補的準備金 變成天文數字 當然我很希望 我們有生之年 不要看到 國泰金爆了 或者是富房金爆了 因為這個一旦爆了的話 真的是蠻恐怖的 這個 政府一定要救 你知道 其實我 早期剛出社會的時候 我買那個 保險那個儲蓄險 我最近我去看了一下 你賺翻了 你每天都給我比這個 賺翻了 那個 你看年紀大就這個好處 我年紀小 你年紀小 我年紀小 我沒有買到那種儲蓄險嘛 7%啦 7% 7%耶 7%啦 這真的是想到就覺得很誇張 對 那當年 7% 你假設你投100萬進去 對 對不對 你一年領7萬 你投1000萬進 一年領70萬 然後重點是我跟你講 我那個已經 繳滿了 對啊 所以我現在就是每年等 等拿錢 所以以後如果在路上看到 王伯叫他請吃飯就對了 他說每年等拿錢 一碗滷肉飯 一瓶礦泉水 對 請貴一點 請這個貴一點滷肉飯 我們請一碗50塊滷肉飯 那你看到其實這個 你看他當初 你剛說7% 對不對 7% 現在的市場利率多少 大概2% 將近而已啦 你看利率多少 將近2% 中間差那麼大 他等於要損失5% 那他 你說 快速沒關係 我們叫他去投資一些比較好賺的公司 偏偏你可以看到 我們就舉那個例子 我很喜歡舉那個三商壽的例子 他買什麼 他買永貫 你怎麼沒有 舉星光金的例子 轟達電 那個已經過去了嘛 對不對 三商壽買永貫 三商壽買綠月 對不對 很多東西都覺得那裡不可思議 甚至呢這個國泰 你不要以為國泰就沒有賠錢 國泰前幾年一直重壓一檔股票 叫做景碩 哇景碩 像阿明依茂嘛 不過現在已經 已經 今年我看到這個持股 持股的名單 他退出十大 退出十大 可是呢 南三反而持股更多 南三真的是厲害了 那我們知道 我們真希望 手上持有南三保單的人 這個 不要因為我講這樣睡不著 因為也沒有那麼容易倒啦 我們不要想那麼多 對不對 不要想那麼多 然後呢 我們看到其實他有提到說 國泰人壽近5年的保單成本 介於4.03%到4.54% 避險錢的經常收益率 只有3.17%到3.5% 前年 前年國泰法術會 其實我找不到數字了 應該是國泰法術會 他有提到 你知道 他的國泰的一個收益呢 有一大部分是哪裡 叫做 保單的債借款 就是說 譬如說你今天 黃泰人是買保單 你買100萬的保單 你又 你買保單 你說你好開心 對不對 現在買保單在2%左右 對 賺2%的利率 可是呢 黃泰人說 我最想要去開 我最想要去買泡沫紅茶 對不對 我想要去賣水養飲料 我想要加盟這個春水糖 我把這個 這個80萬出來 就像信貸一樣 對 我把這個80萬出來 我就說 欸 欸 黃泰 黃泰 你這個保單 這個保單的債借款 對不對 黃泰的保單的債借款 我們 我們那個 我們 收你便宜一點 收你3% 所以 其實這個部分呢 佔了很多的 這個部分呢 是佔他們收益的 佔大多數 那今年我沒有看到這部分 但是 說不定變低了 可是前幾年的確就是 保單的債借款 這個所付的利息 利息的費用 是佔了這個比較 更大多數 所以 你可以看到其實作演公司 你看 你很開心 你跟收影公司 我一個月 我們拿個483%的 可是 你去跟他借款 你付了更多錢 這個是他的收益之一 不過你可以看到 我們剛剛提到說 星光人壽 負債成本4.08到4.76% 收益率只有3.69%到4.1% 所以 你一旦把時間拉長啊 假設今天 我們就套一句話 最近 郭哲隆講一句話說 我們看的是周期 郭哲隆 對不對 郭哲隆不是在這波低點 叫人家 要放風 我不知道 他說我們看的是 周期不同 我看個100年周期 你走100年周期下去看看 星光跟國泰會變什麼樣子 星光國泰算是台灣經營很健全的 應該 星光我不知道 國泰很健全 對不對 這個算是健全的公司哦 你不要去比那些什麼遠雄人壽 遠雄人壽 我前一次看是什麼弊案 連遠雄人壽 的錢都騙得到 騙了遠雄人壽 騙了4億還騙了400萬 我也搞不懂 對不對 當然這部分你可以知道 這金控主管說 這些東西啊 時間一拉長 你都很難聯想到 你看 一年差1% 一年差1% 那結果呢 時間拉了100年 差百分 結果差多少 差10倍耶 對不對 恐怖啦 這很可怕 這很可怕 這個 100年 不是差10倍 差1倍哦 1%而已嘛 對不對 然後他有提到什麼 壽險要靠增資度過難關 我們現在跟大家聲明 對不對 有空你可以去 google這個 這個鏡周刊 他寫得很詳細 我們只是把他標題拿出來 跟大家做 做一個探討 對不對 他說怎麼樣 他說呢 這些高利率的保單造成的財務黑洞 預估2022年上路的iPhone 17 所以把整個缺口 公開曝光出來 我們剛剛提到的 損失 不好意思 馬上認戀 收益呢 地人認戀 哇這起來 這起來很可怕 對他說未來怎麼樣 未來 國泰啊 這是花旗講的 這不是我李冠心講的 我如果李冠心講的話 他們一定會告我 這是花旗銀行講的 這也不是王伯講的 這不要告我們囉 對不對 花旗銀行說 國泰人壽 要增資1670億元 富邦人壽要增資880億元 你如果看到這個新聞 你還敢買國泰金 還敢買富邦金的話 我說真的 對不對 我 不顯相關 我真的佩服你 我真的佩服你 佩服的 佩服到了極點 當然呢 你們看到這個 裡面他有提到這個部分 我想這部分也給大家看一下 他說什麼 他說呢這個 韓國的三星集團 其他三星人壽 你知道嗎 韓國政府開始規劃 接軌IFER-17的計畫的時候 三星人壽股價從 這個多少 這個是136500韓元 跌到多少 跌到8萬韓元 我突然覺得很恐怖 如果像我們上個階段又討論到降息 那如果又 用 用那個剛好在這個環境裡面 它的利差損又再擴大 會哭不出來 因為我剛才想想 大家可以知道其實 這個國泰跟南山 富邦這些公司 他們很希望 台很希望升息 對 因為我們現在跟 跟那個應該說 我們現在因為跟美國的一個關係差太大了 所以 他們很希望我們能升息 那如果真的我們 被迫的還要降息的話 哇 我說真的 我真的是不敢 不敢想像 我真的不敢想像 剛剛有提到 對不對 我們就 股價來講 三星人壽 這個 13萬6千 跌到剩8萬塊 對不對 然後這個 韓華人壽 對不對 7980剩下3600 哇塞 我們很難想像 富邦跟國泰會變什麼樣 甚至包括你看到 其實三商壽 三商壽這幾年跌翻天 你看到這幾年 你看到 這個中壽本來要價給 開發金 結果現在看起來好像 好像要價不價的 好像也有怪怪的 因為 中壽呢 去年 有賺錢 可是他也配不住股息來 所以 這些受險業 我會建議大家真的是 稍微小 他們真的是很大的一個受害股 包括我們剛才提到 對不對 過去呢 這個蔡明星也買到一個 荷蘭的老受險公司 最後呢 認賠了30億出場 30億 當然對富邦來講 不是錢嘛 富邦30億的話 可以養好幾個 好幾個職棒隊了 對不對 這個 這不是錢 不過你看到最後是 損失了30億元的停損出場 那當然 這邊東西我們剛剛講的真的很嚴肅 從股市 從股市多空 從利益來跟大家談 不過我也跟大家講過 說真的 現在至今 目前為止 至今很寬鬆 目前很寬鬆 甚至我們在 應該說一個月之前 我們在講無限手套的時候 我們就有提到 價值投資 根本掉下來是給你好機會 有些股票老實說漲上去 我就舉那個例子 瑞育 我們好久就被洗掉了 對不對 這個 沒辦法 可能我們就 比較 比較滑溜一點嘛 就被洗掉 可是呢 跌到了188元那一天 你後來發現到都誰出的 都是一些股市大戶 富邦建國 洪源鎮 我們不要講什麼大戶 對不對 這個 他的錢跟海一樣大的大戶 對不對 錢跟海一樣 大戶 全部砍在184 走在路上 要尊稱他 海哥的嘛 對 不是海公公 人家砍188 188 186是有賺錢 因為他們買在100多塊 不過 我們就有機會去低接嘛 對不對 甚至包括我講過那個什麼 智深 智深好笑了 智深 華為佔比 零 蘋果佔比 五 股票 其實幾塊 跌到 跌到40出頭 對 這很誇張啊 這種股票就是 掉下來讓你撿的 不過 當然到了現階段 當然這一波有 彈上來 有一天200點 對不對 一天三四十點 今天還有十七八點 對不對 現在已經漲600點了 漲差不多600點 一副準備要創新高的樣子 不過 到底還有什麼股票 可以在投資範圍裡面 當然我今天問王柏 你今天說 這裡說好 台灣表哥 對不對 又表又雞八 你不要亂講話 到時候我們節目又被人家那個 還好啦 這個 台表哥他是 他的題材是什麼 這個 mini LED嗎 他是那個啦 那個比較 偏那個貼 貼盒 他要薄 薄 超薄 薄型貼盒那個部分 所以今年會不錯 今年會不錯啦 不錯啦 因為現在手機都是要輕薄嘛 那值得呢 值得是 值得是那個工具機嘛 工具機那自動化 其實 現在大家在講美中嘛 之前美中 談判 好轉的時候就噴嘛 結果川普 把美中又搞得緊張 然後又崩嘛 然後現在 好像又和緩 再加上我們那個 產創條例 產創條例 我是覺得這兩檔股票 大家可以注意啦 的確沒有錯 我也是覺得看起來不錯 那我個人的看法是聯電 你說聯電 你不是一兩個月前就講聯電 那其實聯電 大概狀況是怎樣 我跟大家解釋 其實聯電 大家知道庫廠股是新玩的 對不對 該注銷注銷完了 售聲售聲完畢之後 他的下一個題材是什麼 你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有什麼 聯電的子公司合建 那個講幾十年了 我告訴你 拜託 每兩三年就說要上 如果下禮拜說要掛牌怎麼辦 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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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聯電的股價 強的讓你覺得很不可思議 我這樣跟大家講 好不好 強的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 所以我今天我只講聯電 其他我就不講了 因為其他 你這時候叫我推薦給你瑞育 我覺得 我餘心不忍 甚至我昨天我在 這股市現場講什麼 普瑞 普瑞 普瑞很神奇啊 我說真的 我 這檔股票我個人猜測 真的會大漲 你知道為什麼嗎 普瑞以前 我朋友很喜歡推薦普瑞 跟我說 寬基斯 他就拿了那個一張 一張五百 一張五百 然後三張一百 然後就放在桌上照給我看 他說 這是目標價 我說 哇靠 你這麼看好 他講完後 鼓叫崩盤了 崩盤 那個我知道 那個我知道 我們都不講是誰 然後 那個時候融資幾張 那時候融資四五千張 普瑞到了 昨天我沒看融資是增加還減少 不過普瑞到了前天 融資剩下六百多張 那我覺得其實 那這個是見鬼 真的是 真的是他都不要了 所以 融資從幾千張剩下四五百張 這真的是有點問題 而且 重點是股價 他現在沒有每天大漲 他就一天漲一點 一天漲一點 一天漲一點 那誰在吃貨 我不曉得啊 對不對 我不曉得 但是你可以知道 他這個東西一定是有鬼在後面 對不對 那我們很喜歡弄有鬼的股票 甚至包括我們在 貝塔值高的股票 他貝塔值也沒有很高 貝塔值也沒有很高 對不對 昨天我們還在股市場談了一張股票 我現在不是推薦你 我現在我在這個節目 我講的是聯電而已 一大公司叫做華岩 華岩 你知道嗎 SH1 去年不是這個嗎 這個 這個 Ella Selina 跟這個 跟這個 Hibi 出走 出走 哇 他整個公司營收 摔得稀哩花啦 現在剩下零又加是不是 對 股價呢 跌掉超過一半以上 跌了一百塊 從一百七十八十塊 跌到七十幾塊 結果現在你知道嗎 轉眼時間回到一百三十塊了 為什麼 因為他說啊 這些藝人的經濟演藝收入 我們只能抽成的部分 只有一點點 我們的毛利很低 但是 我們歌曲的授權收入 大增 他第一季的歌曲授權收入 已經佔了整體營收 百分之七十以上 那他歌曲 有哪些授權收入呢 其實 就像他之前 據我所了解 譬如說 這個 Hibi 唱了很多很紅的歌嘛 對不對 什麼 類似 我就一直無法舉例 玩 SHA的歌一大堆啦 Hibi 也有一些歌什麼 什麼 寂寞 寂寞就好 哦 你知道嗎 你在好樂迪點播 你不要以為你只點下去 你只要點的次數 對不對 事實上 現在都可以算出來點幾次 好樂迪要付多少錢給他 當然也有包月給 給或包年給 都有 對不對 這些東西其實 Hibi 呢 他是帶不走 甚至Hibi 可能還要再跟 還要跟這個華言去拆帳 甚至這些詞曲創作人 你要知道那些什麼 寂寞寂寞就好 那些 SHE 所唱的那些 那些厲害的歌 其實 那些都是什麼 那些都是華言的那個上面那些 大股東啊 那什麼姓詩 什麼詩 完全什麼詩 什麼詩人誠 還什麼那些 那些人真的很神奇 他寫出來每一首歌都很暢銷 對不對 這些人其實才是真正華言的大腦 當然我們看到 其實剛剛有提到 很紅 非常紅 那還有一個組合啊 這就跟我們年紀差不多了 叫什麼 動力火車 哦 對 你剛才幾天帶我那個 不是火車便當哦 是動力火車 你今天 你今天尺度大開哦 動力火車這個 其實 在 在商演部分 其實動力火車的這個經濟 也是這個 也是華言的 甚至包括我個人比較喜歡的是 曾志巧 哦 曾志巧 胸部很大 很年輕那個 那個每次都 故意穿個衣服 然後就 胸部就很大那個 那個曾志巧 其實 這些都是華言的藝人啊 當然你可以看到 當然這些的想法就可能 不像我們剛剛講的那些東西的想法 這可能就是 另外的想法 他走的或許是中國的內需市場 因為 我們台灣的一些藝人啊 其實我過去大家可能不曉得 這個 大家知道有一個人叫蔡琴 哦 蔡琴 怎麼會不知道 大家都知道吧 他現在台灣開演唱會 我相信賣一個月票都賣不完 我告訴你啊 他在中國開演唱會 沒有到秒殺 但是怎麼樣 場場爆滿 都有 對不對 這些老歌星們 包括你不用講到費玉清也是一樣 對啊 琪琴啊 因為中國開 開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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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節目 對不對 什麼 忘記什麼天賴之聲 那琪琴 對不對 琪琴在中國 不知道撈到翻天 那個 他們一年所賺的錢啊 都是我們無法想像的 對不對 所以當然我們回到這個 剛提到 像類似像華言中 我們就沒有在這節目跟大家講 不過我們這節目跟你講的 包括連電部分 我想還是一樣 搭上什麼 科創版的列車嘛 對不對 當然這些公司 值得給大家做一個參考 畢竟我們對整個的 行情的看法 雖然說 到了今天 我們今天早上在開玩笑 對不對 我學弟翻多了 哦 對啊 這個就是小郭啦 沒有沒有關係 我就覺得沒有關係 對不對 其實每個人的看法 被嘎了600點才翻多 每個人看法都不同 其實很多人被嘎 其實像 像他們這樣還敢講出來的 我覺得算是 也算是有種啦 對不對 很多人被嘎不敢講 一堆人之前 放空單放到半天 今天進來在電視上說 他多擔大賺 我們不常講 甚至我們看到 對啊 我剛剛還要問你這個問題 對不對 你知道王伯跟 金大包金老師 蕭又銘老師很好 網友竟然不直接問他 私下問我 他說為什麼蕭又銘老師 最近都沒有來 啊 就AI AI不得 不得下小叫 都沒時間來 難怪這樣 你看你記得 那王伯你記得有空去問一下 蕭老師 金大包老師 看他什麼時候來在我們節目 介紹一下他的這個 全智能演算系統 這次要唸了嗎對不對 想一下嘛 到底跟我們的人腦演算系統 有什麼不同 好不好 我想今天大概節目先到這邊 因為你還沒有必要講的吧 沒有沒有沒有 我覺得你今天講太多了 好 那我是 我是 我是 李冠欣 好 我是 王健文 王伯 祝大家這個操作 順利 操作順利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